喔 sorry 我幫你試一下 蛤 沒有因為它下面有那個跑馬橋 不像那個比較快 而且還很穩 好 OK 就這樣 好那大家好 不要叫我村長這樣子 我只是一個一介馬農而已 然後我叫郭學松 然後今天要來講的是有關於那個 Jenry可在Golden上面應用的一些坑 然後還有我們要怎麼去善用它 大概就這樣子 那這個話題非常敏感而且非常硬 就像這個表情佛話一樣 所以請大家審慎評估 好然後 基本上那個 目前網路上社會社群上的頭像 可以看到這個應該都是我 那這個是我那個最近自己畫圖 然後做一下那個頭像update這樣子 那這不是重點 好 然後 總之就是一個馬農 所以你看我現在還在綁工作服 然後 目前是在那個遊戲公司Dumbagland 然後熟悉還不少程式語言 那其實現在也會開大客車 所以如果想要開大客車可以來找我 然後 我自己其實現在那個大部分通勤時間也是交叉 汽車汽車用 然後希望說對交通友善一點 所以一樣 有對那個最近交通混亂的議題 也可以歡迎來找我討論 好 那我們來經營Alternite 那首先來講就是我們 首先在那個Goland裡面使用Generic的部分 我們先來比較說它跟其他程式語言有什麼不一樣 然後再來是那個Generic在購裡面使用方式 然後 講一下說這個Generic在購裡面使用什麼一些坑 那還有就是它在Permode用時還有使用方式上有什麼樣子的問題 那再來就是列舉一下說我覺得還算OK或者不行的使用的那個方式 那最後就做我結論 好那我們首先來講什麼是Generic 那一般我們中文那個正式翻譯一般都是講范园 那其實它其實概念很簡單就是說我們先洗好演算法 然後接下來呢再把那個 Type決定下來 所以就是說先做事再考慮好的概念 我不知道這句話是誰講的不要投錯別 那 Generic在那個各個程式語言其實都有蠻類似的做法 就是像西加拉是這樣 總之像它這邊就是用一個Typenet 然後這個Typenet裡面不先定義任何的形態 也不做任何的假設 總之就是它先把那演算法先描述好 描述好之後 你在下面這個list的strin丟東西 比如說指定strin進去 那這個collection它本身的每一個item就會是strin 由strin構成list的大概像這樣 那Java的話其實也是類似的用法 可以看到說像上面這邊有一個參數 提也是一樣像希希一樣可以用那個strin這個type 或其他的一些type去取代它 那取代它之後它就可以決定說這個例子裡面 每一個item都是用strin這樣子 那同樣的在rust也是有的 那rust甚至比較先進一點是說 它因為本身是有提供那個行別的那個 斷言跟追蹤還有判定功能 所以其實你寫一部分 比如說指定是strin的那個reverse就ok 後面這邊的new不用再另外再寫一次 這也是它的特色 那再來就是說 泛型的實作方式 既然我們先寫演算法 然後才來決定行別 那到底有什麼方法可以 在那個底層做到這件事情 那目前有兩派做法 一個是bussing 那所謂bussing其實就是 把所有的東西都cast成這個程式語言裡面 對任何東西都相容的一個形態 那另外一個是單態化 單態化它則是在compile time 試圖去輸出全部的那個 就比如說如果我們行別還沒決定 那我今天丟個int進去 它就幫我輸出int版本的那個程式碼 那丟strin進去 它就丟strin的 幫我們產生strin程式碼出來 好那bussing的部分 如果以實例來說就像這樣概念 比如說像在csharp裡面 它有一個object這樣子的特殊型態 它可以朗瓜任何csharp的type 那我們比如說今天丟了一個整數進去 那這做case成的object 這個就是一個bussing的動作 然後再轉回int就是onbussing的動作 那剛剛說的那個單態化這件事情呢 那概念也很簡單 就是像那個ros裡面 如果我們定義了一個 idt這樣子的function 那它是丟t進去 然後回傳ttype的位置 那當我們決定說丟一個32bit的整數 然後還有丟strin進去的時候 它會幫我們在底層自動生成一個 專門處理30bit整數用 以及一個strin用的程式碼 所以概念上就是這個就是所謂單態化 好那在捷運殼在購裡面 它是什麼樣的運用方式呢 那它除了說符號上 有可能跟其他程式語言不太一樣之外 其實大部分的精神是相同的 那可以看到說 像比如說以function來講的話 所有function後面的這些參數之外 它前面也多了一個 這個k還有v 那k有限定說 形態v就要是comparable 那v的話任何形態都可以 那像這兩個東西 其實就是它type的參數 那做那個幻情的時候 其實就是在把這個 這兩個參數 就是確定好它的形態之後 它就可以把它實力化 那所以說以下面的例子來講 一個list 你這個t先不決定它的形別 那等到你事後要再用它之後 比如說丟個指定說一定要用整數進去 那這樣子它就可以直接 變成一個專門存整數用的list 這就是它的用法 那golem有一個比較特殊一點是說 剛剛我們看到前面的程式語言 其實都沒有所謂concuring的功能 那意思就是說 這個t其實你填什麼東西 它原則上都會照它全收 然後但是我們可以在compile的時候 也許可以做一些限制 那golem它是直接把那個 這個t可以是什麼樣的形態 寫在這個t的後面 像我們這邊如果定義 但是它是來自於這個concuring 這個package的order的這個形態的話 那它就必須是有可以排前後關係的 這種資料形態 它才可以丟進這裡面 那如果不符合這個要求 通通都一律會拒絕 出現compile error 那golem一樣有像rass的特色就是 如果我們今天直接填那個 參數進去 那它可以透過這個參數 是丟什麼形態進去 就會自動判斷說 用哪一種形態 像如果說這邊我不只連int 它這樣子也是可以用的 然後在golem裡面 它是怎麼去做到typeconcuring的 其實它是在interface上面做的一些擴充 那這邊的coco充 它主要是在這邊引路的那個 列舉這些形態 來代表說 像比如說sign的部分的話 就是把所有的那個 integer全部都南瓜進來 onsign的話就是 南瓜全部的onsign integer 然後你甚至要 把這個integer這整個總結 包含onsign跟onsign都南瓜起來 你又可以這樣子把sign跟onsign 這樣子連擊起來 它就會是代表整個integer set 通通都可以用 那float也是一樣的道理 還有old的話就是integer 再加float的 然後再加sign 那大家會注意到說 前面有這個波浪符號 它指的是說 你今天這個type 如果取一個alias名字 就是幫它替換個名字的話 它的這個名字 一樣是適用在這個範圍 但如果不加這個的話 那你就一定要剛好 那個type本身的名稱 就要長這個樣子 這是它不同的地方 那因為它是定義在interface 所以意思就是說 我們interface其實也可以把它 弄成像這個樣子 我們可以對type做那個 那個限制 那也同時也要求說 它一定要有 使作這個method 它才可以 符合這個interface 所以像這邊兩個都一起指定 它就必須要是 買type1 買type2 而且它有使作concate的方式 所以這個像 像性命員這些的 使作 它才可以符合 剛剛interface的條件 那只要注意的是說 那只要注意的是說 像那個 這邊如果要做這個 contact動作的時候 你不能直接把這買回type2 直接丟在後面的nt這個位置 這是在golem 目前是不許 允許這樣做的 所以你一定要 如果你今天有做一個 那個 就是interface的實例 然後把它當作那個type的參數的話 那就一定要像上面這樣寫 然後剛剛的這個東西 可能有一些很有的成分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這個跑出來就知道什麼 知道的知道 不知道就不知道 然後再來我們來看 看一下那個golem 它本身有哪些問題 golem在使用genetic的時候 它有一些 使用上還有效能上的問題 那我們先講使用上的部分 使用上的部分 大家會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你如果選一個genetic的 這個genetic method的話 你會發現到 這個genetic method 它可以參數化的東西 就只能在那個 比如說這個swatcher 它的各個receiver 它有需要用到dcttype 這個tb需要定義在這個list 它後面的這個constrained 這個type的參數這邊 那大家會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 像list的使用案例可能還好 因為list裡面的元素 每一個都是t這種type 那你可以預計說 進來的東西 也會是t的type 所以這剛好還用ok可以使用 那有些情況下 我們也會需要說 在別的參數 就是會吃一個 不是t的其他參數 作為這個method的那個參數 然後傳進來 那像這個情況下 它就會出現synthes error 讓你沒有辦法編譯 那這個是目前那個golem 對那個method限制制 那官方的說法是說 他們不想要在這部分的那個 單太化變得太麻煩 所以暫時先做這樣限制 先做這樣的限制 但會不會有擴充 這個還不知道 至少到目前1.2.0 之前都沒有這樣的 考量跟設計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 那再來就是說 golem它的underline type 這個也是一個重點 就是如果你今天要 用這個pore-down符號去代表說 只要是符合這個空的swatch 或者是pore-down 裝後面的這個type的話 第一個是你的這個 你這個constrained的部分 他指定的必須是最底層的那個型態 也就是說他不能是別名 也不能是什麼其他有的沒的東西 他就一定要是 在記憶體裡面 他最初始的那個定義型態 所以像那個constrained這個是OK 可是你把它rename成那個 就是alias成type 或者是mytype的話 通通都是不行的 然後再來是那個swatch member這邊呢 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在那個swatch裡面 有定義像這樣子的那個field 那你現在要試圖在這個 試圖在這裡面處理這些那個 就是這個swatch裡面的field的相關內容 如果他本身是做genetic的 參數化的東西的話 你是拿不到他的str 跟拿不到他nt的 這個compile都會特別跳出來 那只不過是說 如果假設我們今天是對interface 做參數化的話 這個情況反而是沒有問題 但為什麼會這樣我也不知道 那有關promose的部分的話 我有先做了一些設備 那目前來說1.18到1.20都會碰到一個 碰到的情況就是 用了genetic之後 反而效能會被interface低落問題 那我們接下來就一一舉例 那首先是 我們先寫了一個這樣子的程式 那他有三個是又來自方選 第一個是就直接硬幹 寫死他的type是什麼樣子 那第二個是用interface 就是傳統在go1.17之前的做法 那再來是我們用這個interface 作為consulting者 試圖把它做那個 參數化變成genetic function 那這邊的那個內容呢 這邊的這三個function 我們就分別下去做那個計時 然後跑一下看他的效能如何 那另外還有就是 我們另外再做了一個 額外的實驗就是 把type先從swatcher開始了 成那個interface之後 再以interface的型態傳進去 那可以看到說 有關執行時間的部分 10萬次的結果分別是這樣 要那個 3ms 3ms 6ms 還有7ms 那為什麼反而做genetic之後 速度會慢這麼多呢 原因是可以從他們的那個 組合語言程式馬看出來 然後這就是我們 為什麼說今天很硬的地方 所以大家如果沒有組合語言經驗的話 歡迎問一下旁邊的朋友 那我這邊就直接講切入重點 那等一下晚點要問我就好 反正等一下 反正萬一切斷的話 就可以來私下問我 不用害羞會不要看還是怎樣 好那再來的話是 我們現在講到那個 程式語言的部分 他就變成主語言的話 你看到那個直接指定型態 沒有任何問題 就是 丟三次進去 然後就call這個byte right 這樣子 那如果是 丟interface進來的話 他在那個interface這邊會去拆出 那個interface的這個結構 然後找出他在tap裡面指定的那個 那個function的位置 然後再去call這個ds 所以這個也很簡單 就是offset就出現在這邊而已 那如果是 如果是寫成genetic的 就出現一個很詭異的情況 就是他前面會先從那個 地圖這邊先拉東西出來 然後再抓他那個 offset16這個位置 做devivence之後 然後再抓剛剛前面說的 24這個devivence 也就是剛剛function所在的位置 抓他的那個 要call的那個位置出來 那你可以發現到overhead 又多了不少 那甚至 如果我們今天傳interface進去 他還出現這種 更糟糕的情況 你 他就傳的那個 比如說byte right的interface 他還要先cast 成那個 io right這個interface 然後接下來 才去拿他的那個 interface table裡面的東西 然後最後才去call他 那怎麼會搞得這麼麻煩呢 原因就是因為 因為在現在gollet裡面的那個 genic實作 其實他是用shape去做那個 模板 那做模板這件事情 他只要是shape相同的 他就會用同一個模板 來產生同樣code 用同就是同樣的function 那如果是不同模板 他才會分別產生不同的實力 所以如果假設說模板一樣的話怎麼辦呢 他另外有被有一個那個dictionary 去處理這些 那個type不一樣的問題 那這邊就有一個坑 如果今天是任何指標 不管你這個指標 後面是什麼進來 只要他是指標 在gollet裡面實力化的時候 他都會變成 un t8的那個指標 意思就是他指向的是一個 每一個單位為byte的指標這樣子 那如果是interface的話 他會cast成interface 可是interface也會出現問題 就是出現像剛剛需要做那個 interface cast成interface的問題 那這個情況其實可以 我們複習一下 interface table都可以知道 剛剛後面那個24的offset 其實就是要拿這個 interface的itab裡面的function 也就是剛剛說的iolight iolight的right這個function 所在的位置 那前面多的那些東西 其實又是為了要拿這個 interface本身出來 所以這就造成效能低落的問題 所以我們可以做個總結 就是你傳了point進去 拉一拉之後他就一團死 interface傳進去之後 他做了interface case 然後又去拿那個iolight的table 所以還是一團死 就不管怎樣都是死 那唯一的例外是說 如果我們把那個string跟byteslice 做為那個 那個剛剛說的那個gc-shape的 那個範圍的話 他這兩個會分開處理 就變成說他實地化的時候 一個會用sgyn來處理 另外一個是unt8的那個slice 或者是陣列 那這種情況就比較沒這個問題 那還有另外一個是 就是callback的情況 我們看剛剛說 如果我們今天寫了一個map function 然後希望用callback去決定 他的那個處理細節 比如說要全部都加7還幹嘛 像這邊就直接寫加7 然後fold loop 就在這個map裡面這樣做 那像這個東西直接編出來 在go5的1.17之後 大家會看到說 它的那個function直接被引來 也就是攤平 整合在那個main的這個程式碼裡面 如果是那個 我們把這個function去的那個參數 也就是方選丟進去的東西 跟回來的東西 參數化成i的話 你就會看到 剛剛說的那個攤平效果整個不見了 它在這邊會call那個 我們剛剛說的那個map的那個方選 然後再繼續做處理這樣子 那其實這不是很有效率的做法 那如果我們換個方向 我們把這個整個方選去做那個 參數化變成i的話 那就可以看到說 它又把它攤平了 那攤平就是效率好的保證 那所以我們 綜合以上的那個實驗之後 就可以試試看說 如果我們先把那個參數化部分 改成這樣寫 先參數化這個方選 要傳進去的元素 然後再把這個方選 也整個做那個參數化 那最後會變怎麼樣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 它最後就整個一樣攤平了 那可以知道就是說 如果你在golden裡面 要做那個map這個方選 然後也需要做callback這種情況的話 你又希望它有很好效能 你就可以用像這樣子的方式 去把那個方選裡面的那個 那個傳入傳出值 還有那個方選本體 全部都做參數化 這樣子它就可以把它做到 依賴的效果 可以得到很高的性能提升 那有關公內的那個 Generic使用 那就是總規 我們剛剛講的那些坑之外 這樣統計下來以後 哪些是可以使用的case呢? 那我們就可以看一下 像如果我們今天要處理 就是定義了一個歷史 或者是去或者是 比如說像什麼紅灰樹 還在map 還是自己做一個地訊能力之類 都ok 總之只要是資料結構的部分 都蠻推薦說把它移植成 那個Generic版本 那為什麼我會這樣說 原因是因為那個 Generic你基本上 你只要不是丟point 或inder 就我剛剛講的那兩個 那個兩個坑 你只要不是丟這些東西進去 就是丟一般 swatch 或者是 primitive type 或是 value 之類的 它可以 不但可以維持它的效能 而且也可以 甚至有 inline 的機會 那同樣 Cokeback也是 算是一個很實用的例子 只是大家要記得說 你除了把 function 的那個 type 本身參數化之外 你要把這個 function 全部都參數化 而不是只有它的元素 參數化而已這樣子 那有關於 io 跟 data swatch 我的建議是 你現在怎麼寫 就不要再動它了 原因是因為說 你像我們剛剛前面 做那個SuiteLite SG 然後你硬是要把這個東西 做那個Generic 希望是它可以做 inline 之後是把它攤平 然後就發現到 得到完全相反效果 兩次的那個delayence 然後造成那個效率低落 那更不要說 如果你今天 剛剛我們說是SuiteLite的情況 那 io 還有一個 大家比較後端使用的時候 比較常見就是要對資料庫做讀寫 對資料庫的所需寫 變相其實就是要做 SQL的那個 子Link Concrete 那或者說 要做Mango DB的話 就是SuiteLite 這幾個環節都需要處理 那 有關於這部分 他們在那個處理個別feel的時候 其實往往會 綁一些那個 Messor Receiver在上面 做一些客製化的SuiteLite 所以 也一樣會面臨到這個問題 而且重點是 你既然都要存Database Database它本身 都遠高於你的 剛剛那一點點 沒有用 還會倒退路的 那個Cover Modus 其實我覺得 乾脆就不要動它 就放心實在 那如果假設說 我們今天定一個 interface想要讓它 以Plugin的形式 可以做 抽換的 做程式碼抽換 如果今天只是單純說 引入這個T 在它的那個 Type的參數裡面 這樣子做是還OK的 那只是說 如果你假設 以這個技術下去 做Mark的話 會出現一些地雷 特別是說 像那個Mark的時候 我記得有一些情況 比如說跨Package的時候 它好像就沒辦法正確運作 那後來版本有沒有修好 我不知道 至少我們之前試的時候 是還不行 所以 如果你假設說 今天是要做像那個 Plugin這樣子的形式的話 也是建議說 如果有需要用 就點到就好 然後不要再做 那些叫添觸的一些起因技巧 基本上不OK 好 那最後就是做個結論 很高興我們的貓 終於跑一下那個 粉紅色的進度調 那 剛剛說的幾個重點 其實可以做一些歸納 就是 我們GENERIC在那個 應用面上來說的話 比較推薦的應用例子 就是 丟在那個歷史後去 或者MAP這些collection 也就是我們程式的 這個資料結構裡面 這是最適合做 然後 或者是說如果今天要做 那個向量計算 矩陣計算 還有Tensor計算 比如說要訓練AI 會用到的 其實這也是蠻推薦的 蠻推薦可以用的一個地方 因為 像你比如說 要Float要控制精度 還有轉換精度什麼的 你就直接 GENERIC去改它的Float精度 它就可以直接套用過去 那不用寫一大堆的版本 那再來就是 如果要那個 使用GENERIC function 希望它有很高的效果 比方向效能的話 比較推薦的是 直接丟ValuePyte 然後不要丟Interface 也不要丟Point進去 那再來就是 Callback的部分 如果今天要對 Callback的元素 做禪數畫的話 也建議說對整個 Callback也做 那個Type的禪數畫 這樣是最好 那還有就是 但是 像史訊號Byte 這種 同樣都是Byte sequence 性質的東西的話 也蠻推薦 可以用GENERIC的 但下面這些東西 都不推薦使用 像是說 你把那個 如果你假設說 是要把Messor的 它外來的刪數 做參數畫 而且這個參數畫 並不是當初在 interface或swatcher定義的 這個基本上一定是不能的 那或者是說 如果我們今天試圖 要把Point 傳進去GENERIC function 它基本上會造成所謂的 效能低落 也就是兩次的 那或者是說 如果我們今天 把它開始成為 interface之後 又把這個interface 當成引述 傳進去GENERIC function 那這個動作 其實會造成 它說它 interface的那個轉換 會出現 interface對interface轉換 浪費了不少時間 然後才去做 interface table的查詢 那這樣其實並不是很好做法 那所以我這邊 給大家的建議就是說 GLAN的範疇 其實現在還是有蠻多限制 當然就像我剛剛說的 就是如果你把它用在 資料結構 還有那個 或者function的callback 試圖讓它得到 一定的效果 這個是還OK 但其他部分 你本來就已經用 interface寫的東西 比如說像database的 那個 要warswatch進去寫入資料 或讀取資料 還是說要做sure line 又或者是有一些 其他有的沒的那個 試圖用interface去把那個 介面做抽象化這件事情 都盡量不要去使用它 維持現在interface就好 那這個其實也是 衍生話題就是說 GLAN其實一開始 它在那個 決定它整個type 系統的時候 就有用那個 empty interface 當作它最上位的 那個型態 那我會建議說 既然有這個東西了 那社群有很多人都在 在炒說為什麼不用那個 西加加拉或南一派的 那個靜態做法 我覺得這兩個東西 某些方面就是 有點像水火不容 你只要把兩個 本來就已經是 互相仇視 而且原理完全捏倒的 那個東西 打在一起 最後就是一坨石 所以建議大家就是 雖然說GLAN 現在已經被那個 各種contributor 直接被強暴還是怎樣的 然後總之就是 現在就變成這種的 我們其實要慘狀 那還是建議大家就是 反正 現在已經有找到一個 核心team他們覺得 比較ok的做法 那就照著 先照著這樣子做 那之後如果 GENEC在後來改版 會有什麼新的東西的話 就到時候再說 然後一下是那個 有一些相關的一些資源 大家都可以去看看 尤其是第一篇這個很重要 我們剛剛說的那個code 其實在 有人在1.18已經試過一次 那我只是在1.20再試一次 其實也是差不多結果 好 那最後就是個月時間 看大家有什麼問題 我們再給我們村長 村長一個掌聲好不好 好 現在大家有什麼問題 今天我們還有8分鐘 這邊會不會關掉 大家可以繼續問 但就 對 有沒有什麼 對Generics有 想要 想要戰的 或是 不想戰的 就是 問題之類的 都沒有 這麼 神奇 你還沒想到 你還要問一下 我 我echo一下 我問一下 是不是現在用 interface 做抽象畫 都不要動 對不對 對 我非常想要是這樣 但是有一些東西 我覺得可以先翻過去 就是說 像如果你假設 做了一個 本來是用 interface 例子 或是3這樣子的資料 那東西可以放過去 沒有問題 對 對 像單純資料結構 然後還是說 goback這些傳數畫 其實我覺得都是很OK的 一個做法 那 但是如果是說 你 interface 當初是為了要把 你說資料庫的D.O.O. 還是什麼其他東西 衝向的話 那就不太容易 這樣 所以結論 所以結論就是 慎用煥醒 不要濫用煥醒 對 沒錯 這就是gogo的 Idiomatic的一個過程之一 對 這就是那個golland 他本身本來 良好 應該說那個政治 跟兩三文化 被外讀無情的證據 所以請各位go 擁護者繼續維護 go的良好 coding形式這樣 是嗎 那也沒錯 好 那我們再大家 再謝謝一次村長